1949年,毛泽东带领部署赴京赶考进驻北平,看到妓院伶俐,黑道猖獗,满目疮痍,怒不可遏。 对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说,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避,黑道横行,便下决心铲除这些毒瘤。 关闭妓院,扫黑除恶,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,宗族观念,横邦意识影响较深。 19世纪末20世纪初,制度歌替,军阀歌剧,连年战争,曾使中国的黑社会势力迅速发展,并在全国形成了红、清、汉、李、白五大黑社会势力。 北平一直是清邦的势力范围,据史料记载,1926年前后,清邦从天街渗透到北平,并以天桥地区为其主要势力范围,北平解放前夕。 天桥地区的东西南北四个霸天都市清邦的头子,东霸天教张德权,过去在戏班子里当过根包,曾拜师学过武术,后加入清邦和国民党,成为一跺脚天桥就颤的人物。 曾打死伙计满顺子,身负六条人命。 西霸天教福德成,二十五岁进京,在天桥以开茶馆为生,后勾结敌尾势力,组织流氓地匹贩卖人口,强奸妇女,开设赌场,经营暗昌,并身负二条人命。 南霸天孙永珍,是天桥土生土长的地头蛇,1947年在天桥开茶馆,后与伟陷井相勾结,霸占他人土地和饭铺。 北霸天刘祥亭,原位天桥吉祥戏院经理,日伟十七任天桥黎原工会会长,勾结敌尾势力敲诈勒勒索,强奸妇女,是一贯道弹主。 解放后的北平,尽快铲除地方黑社会势力,是改善社会治安,使民众建立起对新政权信心的重要手段。 是公安局层层层发动群众揭露地方恶势力的种种罪行,先后三次在天桥地区召开控诉恶霸大会。 但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怕变天,不敢控诉。 公安干警就挨家挨户的宣传党的政策,群众的积极性,终于被调动起来了。 纷纷检举揭发,连北霸天的干儿子赵兴权,也站出来揭发其义父的罪行。 1951年5月16日,市委、市政府决定在天桃齐年殿前,召开第四次控诉恶霸大会。 大会群众达三万人,有十九位受害者登台,控诉恶霸罪行。 当时公安局外五分局,宣读三霸一虎,东霸天张德权,西霸天福德成,南霸天孙永珍,林家五虎之一林文华,残害十四条人命的罪状时。 相比三霸一虎,为死难同胞报酬口号响彻会场。 三霸一虎被吓得面如土色。 1951年5月18日至20日,市政府召开各界人民代表、政协委员联席会议,对市公安局提交的恶霸案件进行审查。 一致同意对天桥恶霸张德权、福德成、孙永珍、林文华等恶霸处以死刑。 至此,全市反对非社会势力的斗争,取得了决定性胜利。 1949年5月的一个晚上,还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,带了秘书。 乘一辆吉普车进了北平城,在一个胡同口,车子被一群吵吵嚷嚷嚷的人,阻断了去路。 原来是妓院的老,宝带打一个逃出来的小妓女。 老宝带住一帮打手,对住小妓女拳打脚踢。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幕。 让秘书赶快去阻止。 秘书拨开人群喝道。 不准你们毒打他。 老宝反驳道。 她是我的丫头。 我打他你管得住吗? 秘书挥手抓住老宝的手说。 我就要管。 我们绝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姐妹遭受这样的折磨。 你必须马上送他上医院看病。 毛泽东暗访北平看到这一幕。 很是气愤。 毛泽东坚决地说。 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。 黑道横行。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午时。 在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。 大会执行主席。 是妇联筹委会主任张小梅同志。 宣读一项神圣的议案。 自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。 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。 集中所有妓院老板、领家、宝等。 加以审查和处理。 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。 改造其思想。 医治其疾病。 决议通过后。 聂荣珍市长宣布。 立即执行这项决议。 全场沸腾。 掌声、欢呼双交织融合在一起。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、市长聂荣珍。 立即专门向毛泽东报告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封闭妓院的决议。 毛泽东听完他们对妓院老板惩处、对妓女教育帮助的处理意见后。 说。 这个决议很好。 但晚十二点。 各行动小组按照设先的计划。 将全部1268名妓女,集中到设定在寒家坛的八个妇女生产教养院。 妓女先走后。 干警对妓院的财产进行登记。 对老板、领家的财产予以没收。 并在各家妓院的门上,贴上北京市人民政府1949年封的长封条。 至22日凌晨5时。 全市的妓院全部封闭。 行动干净利落地完成了。 11月22日上午。 罗瑞卿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封闭妓院的行动结果。 周总理高兴地称赞罗瑞卿干得好。 并告诉他。 毛主席很关心封闭妓院的事。 他马上就向毛主席汇报封闭妓院的战果。 此后,在新中国政权的整肃之下,全国各地妓女得到解放。 妓女们在教养院里学习、劳动。 在医院治病。 之后有的嫁人,有的回家,有的进入工厂做工。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员。 毛泽东整治黑道靠什么? 靠人民群众。 靠奸挺的国家机器。 靠人民民主专政。 只许他们老老实实。 不准他们乱匿计。 以致也不庇护。 路不时宜。 老百姓从不为安全问题担心。 人民感到生活很温馨。 毛泽东依靠群众,穷追猛打,除恶无尽的思想。 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扫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。